机架这么做,简单又好吃 大家好,我是刘逸 今天跟大家分享炸机架的家常做法 干香酥脆,经济实惠,越搅越香 尤其是喝上小酒,非常的不错 这是我花3000块学来的配方 今天和大家讲解详细的做法 首先准备机架五六个 我这小半盘的机架也就五块钱 最好是放在清水中先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泡去里边的血水,这样砸出来颜色好看 兴气未小 把里边这些鸡肺和残留的一些血污 一定得清理干净 再次放入清水,清洗下 清洗干净后,捞出先控干水分 接下来先调制一个腌料 我这个机架大概五斤左右 放入十盐一勺大概十克 胡椒粉五克去腥,十三香五克增加香味 再放入两克的花椒面和两克的大料粉去腥体味 味精两克,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个就是来腌制机架之后用 腌料调制好后,接下来调制洒料 先放入孜然半碎三勺,大概十克左右 当然最好是用孜然粉,不过孜然粉的香味稍微要差一点 放入细辣椒面两勺,大概五克 白芝麻两勺,大概三克左右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适量的盐 半少的鸡粉和少许的白糖 这个撒料的用途非常的广泛 用来烤制羊肉串,鸡翅或者是素菜 撒上都非常的香 接下来处理机架 把控干水分的机架放在案板上 用刀背或者是榔头,像这样把骨头炸一下 尽量炸碎一点 这个目的是让机架更加的入味 而且炸制的时候呈现好看 全部处理好后放入盆中,下面来腌制底味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腌料 两面都均匀的撒上 口味偏重的,这个腌料就稍微多放点 当然口味偏清淡的就少放点 全部腌制好后,接下来拍粉 这个拍粉也非常的简单 就用普通的面粉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腌制好的机架放在面粉中 两面都均匀的沾上面粉 各位好朋友,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像这样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太多太少,吃着口感都不好 准备好后,下面开始起锅炸制 起锅,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冒烟,然后倒入色拉油 如果不喜欢吃油炸的 家庭操作也可用电饼档 煎至两面金黄酥脆即可 炸鸡架油温稍微要高一点 烧至六成热,然后下入锅中 如果炸制的比较多了 最好是分两锅炸制 这样受热更均匀 炸出一部分先捞出来 接着继续下入锅中炸制 下完后先静止五秒钟 再下入提前炸锅的一起炸制 保持中火先炸制两分钟左右 把鸡架炸熟炸透 要想减少吸油 吃着的口感又酥脆干香的 必须得复炸一次 捞出后等油温升至六成热 再次下入锅中 用勺子稍微多推动一下 让其受热更均匀 保持中火在炸制40秒钟 炸制机架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即可捞出 然后依次摆入盘中 当然觉得块大的也可以切成小块 再放入提前兑好的撒料 当然不喜欢吃辣的 在对制料的时候 辣椒面可以不放 这个撒料的稍微多放点 吃起来味道才更加的浓香 炸机架就做好了 干香酥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